至於大陸 中國大陸是他們中國的一部分 人家本來就沒有爭議 所以爭議就來了 那現在看看 國民黨就馬上兩個梗塗出來 他說插量中華民國的招牌 因為他說 因為中國大陸也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馬英九前總統堅定捍衛國家主權 有嗎 大家都在懷疑 這個時候反過來 他在問民進黨 說馬前總統副中國強調中華民國的立場 然後呢 上問民進黨 你們堅持否定中華民國嗎 欸 那蔡總統不是在國慶 那在元旦都講啊 中華民國 臺灣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嗎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所以他就問說 民進黨願不願意尊重中華民國憲法 那馬前總統在大陸公開宣稱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 民進黨贊不贊成啊 問題他講的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然後呢 民進黨認為中華民國憲法與民意差距非常大 是否應該放棄中華民國的公職呢 這個跟中華民國公職有關係嗎 所以大家都在問 那我們來看看 看看這個民調 我們看看喔 整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的有6.6% 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的有31.3% 永遠維持現狀的有32.1%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有18.9% 所以如果維持現狀走向獨立跟維持現狀走向統一來比一下 以後維持現狀走向獨立的還多了三倍耶 如果永遠維持現狀 其實這就是真正的走向獨立啦 其實這個跟這個一樣 32.1%以後再來決定獨立或統一有31.3% 所以如果把現在維持現狀 大家共同的想法88.9% 快要90%耶 這不是民意 請問這是什麼 沒有人要跟中國合耶 大家要維持現狀耶 我們再看看依照中國大陸的憲法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將規定喔 馬英九竟然說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他講的好像真的一樣 我們認為不認同 非常不認同81.7% 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民眾名義是81.7% 所以我要讓大家來再看一個民調 關於台灣主權的未來 你支持兩岸統一還是台灣獨立 支持台灣獨立的54% 維持現狀的20% 維持現狀等於就是獨立嘛 所以20加54 74% 然後呢 兩岸統一的只有16% 這個是正常國家文化基金會所做的民調 所以我們從這裡來看美美 馬英九在中國是在說什麼 馬英九在講什麼 馬英九我覺得他就是第一在迎合習近平 那第二呢 他呢 在這個要跟蔡英文總統別苗頭 你在國際上要宣揚中華民國 台灣 我在這邊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第三呢 我覺得他呢要框住未來的國民黨候選人的兩岸政策路線 這我講幾句話大家回憶一下 我講這句話大家回答我是誰講的 有一個人曾經很大聲的說 我的父母買股的所在 祖先買股所在就是家鄉的所在 我的父母 我的祖母 我的叔父 都是買股在台灣 台灣是我的故鄉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叫馬英九 可是馬英九到中國去 他說我回到故鄉來我很高興 我請問你 馬英九 你把台灣當什麼 再來 同樣這個人他說什麼 他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說我吃台灣米喝台灣水 我化成灰都是台灣人 就要到中國去他說什麼 他有說他是台灣人嗎 我們都是中國人啊 不是嗎 馬先生那我再告訴你 以身份認同來講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在台灣只有一成多 OK 第三 還有一個人他說什麼 台灣的前途 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決定 台獨也可以是選項 可是這個馬英九 他今天說什麼 他不只是拿憲法來說 他甚至拿一九八三年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來說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他說大家都認同這個 他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他都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來講 是認同還是拿他出來講而已 他拿出來講不就是認同嗎 他先講中華民國憲法 再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也這樣 所以兩岸都是這樣認為 他是這樣講的耶 所以非常惡劣 我只請問一下 如果俄烏戰爭開戰之前 烏克蘭的前總統跑到俄羅斯去 然後說 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烏克蘭也是 你覺得國際會怎麼看 馬英九現在幹的就是這樣傷害台灣的事情 他以卸任總統之尊去那邊要傳遞 傳遞什麼 傳遞台灣社會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認同中國的 是要走親中路線的 是要跟中國統一的 是內政問題 你們不要來管 因為他也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兩岸的問題自己可以解決 什麼叫兩岸的問題自己可以解決 他這是把台灣問題內政化 事實上台灣面臨真正的危機 是背棄 是背叛了台灣 而這個人當初為了騙取選票 可以這樣子講話 然後我們每年用一千萬來供養他 他的領域金 對不對 八年八千萬 有這樣子的前總統 而國民黨居然敢說 他差量中華民國的招牌 我最後只講一句話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 可以用大卸八塊的方式 他講中華什麼 你看振興中華 中華講了 我前總統馬英九 總統講了 民國 這個是孫中安先生創立民國 民國講了 可是在弱款的時候 百十二 什麼叫百十二 連民國兩個字都不敢提 這個就是講 這個就是馬英九 但是我們最遺憾的是 國民黨居然可以歪曲事實 說他插量了中華民國的招牌 說他捍衛的主權 馬英九你如果有種的話 我不客氣的講 你就學陳菊 你到習近平的面前 你講對不對 我們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 或者你效法賴清德說 台灣是言論自由的國家 你們應該要接受 你們要包容 你不要飛機對著我們 你敢講嗎 永遠不敢 在那邊 只是甚至被人家說 他現在是當網紅 從行前的臭藥犯 到表現良好 被人家說當網紅 這個就是馬英九 我們看看馬英九上湖南 衛視唱歌熱淚盈眶 月亮代表我的心 可以唱到熱淚盈眶 這個真的是 我所見過唯一的一個 真的是不得了 以前在很多民間社團團體 不如說福倫社 青商會 獅子會 常常在唱這首歌 也沒人唱到熱淚盈眶 綠批說被當統戰樣板 還不自知 讓民進黨立委痛批 馬英九被當成統戰樣板 還不自知 看看王定偉怎麼講 馬英九從網紅變成綜藝咖 甚至說出顧下昂不在遠方 顧下昂就在身旁 那台灣到底是你的什麼 台灣真的就像他所說的 是他的外地了嗎 我們再看看 新聞分析裡面 我們看看周景文怎麼講 周景文說 馬英九先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遭之急去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石三鳥策略 目標包括配合習近平共產黨 第二個是破壞蔡英文民進黨 第三個牽制國民黨的候選人 所以具有多重的目的 國民黨人皆福音統一 是國民黨的政黨目標嗎 保持堅默無疑就是無言的認同 所以無言的認可 也將成為被中共及時重傷的那一隻鳥 所以這講起來是蠻嚴重的 永宏 非常的嚴重 而且我覺得他們馬英九在後面自甘 當然我只有一點不太認同 就是說他是這個被當統戰樣板 還不自知 錯 我覺得馬英九是根本就是自願去當馬前卒 自願去當統戰的樣板 他這一次去 我講他真的是三不一沒有 什麼是三不一沒有 不符合臺灣主流名義 臺灣人尤其年輕人 現在都沒有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他要去講說我們都是中國人 不符合民主原則 他是兩千三百萬人的代表 那個時候做總統的時候 雖然投他票不是兩千三百萬 但民主原則就是總意志 總統是總意志主權者的代表 你是代表兩千三百萬人 你到現在還領著我們臺灣的這個 這個總統禮遇 包括有隨護 包括你這個退休縫 你怎麼會跑去那邊 從一個馬先生變成到馬 這個現在變成網紅 被人家講是來蹭飯的 這很好笑 第三個不符合國際潮流 國際潮流是現在越來越認同臺灣 支持臺灣 他們用了遲早 有用中華民國 有用臺灣 都有 但是你卻偏偏要跑到那邊 去講說這個兩岸一家親 兩岸同屬中國人 再來一個沒有什麼 沒有尊嚴